民国梦与民国 第一步 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 总续言 文章写了近代史 构建了一片森林 近代史有非常多的故事 如爱新觉罗家世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 武虚变法 辛亥革命 护法运动 直奉战争 北伐战争 蒋桂战争 中原大战 抗日战争 如此等等 这些还只是中国的事 近代史上 中国发生的每一个故事 都有外国的因素 比方说各种类型帝国 如日本的崛起 比方说两次世界大战 都影响到中国 近代史有非常多的人 爱新觉罗家人 洪秀全 曾国藩 李鸿章 康有为 袁世凯 孙中山 宋教人 段祺瑞 张作霖 蒋介石 王精伟 胡汉民 李宗人 冯玉祥 严西山 如此等等 这些还只是中国的人 近代史上 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 均有外国人的因素 比方说日本天皇 英国首相 美国总统 沙俄皇帝 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 这么多的故事 这么多的人 构成了曲折多变的近代史 走进图书馆 看到那一排两排三排的图书 满头雾水之鱼 顿绝压力山大 既然如此 不妨换一个角度看 换一种思维理解 换一种逻辑解析 将会有一种全新的图像 近代史上 这些看似很多很复杂的故事 看似很多很复杂的人 犹如一棵棵的树木 有那么多枝叶 折天蔽日 共同构成一片森林 走进森林里 单独看一棵树木 自然云山雾罩 如果先看森林 再看森林中的路径 再找树木之间的联系 自然就有了路子 进进出出 在我眼中 近代史就是一片森林 在我眼中 森林里的每棵树都很独特 每一棵独特的树木之间 都有特殊的联系 既庄严又有趣 所以这个文章 从整体的森林写起 写到树木 我想让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 既看到森林的全景 又能看到树木的独特风采 还能看到树木之间的联系 它们中间有一套规律 我把它解读为历史周期律 共有四个层次 炮灰律 权柄周期律 体制更迭律 核心物力转移律 通过历史周期律的四个层次 既可以理解历史问题 如近代中国为何衰落 也可以理解当今国际格局 海权和路权竞争 这些听起来有些刻板 但我试图提供一个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思维 不一样的逻辑 让往事有点心意 多点乐趣 本文的立足点是这样的 立足于中国的故事 容纳世界的故事 立足于民国的故事 容纳帝国的故事 所谓中国的故事 就是从帝国到民国和民国灭亡 这样一个过程 所谓世界的故事 就是世界其他国家 思想体制 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所谓民国的故事 就是指民国梦 从无到有到兴生 民国从无到有又到无 这样一个过程 所谓帝国的故事 就是帝国的解体 和帝国梦的消失 这些故事纠缠在一起 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 这些故事中容纳了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种族不同 时代不同 梦想不同 形式风格不同 但却反复纠缠在一起 本文要做的 就是把这样一些事 构成一个独立有趣的系统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本文分成五个部分 帝国末日 军权的衰落 梦想两端 双子星的使命 闪和破碎 被撕裂的灵魂 暴力时代 乱世蒋介石 涅槃玉血 浴火周期律 开篇 大历史和小人物 历史节点之 公元1911年 人的一生中 总有某些时间点 异常重要 历史长河是 无数人人生的总和 也有自己的时间点 在那样的时间点上 无数人的命运 发生共振和变异 公元1911年 就是那样一个时间点 那一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已经进入倒计时 整个世界 进入一种压抑的状态 列强战队抱团 调整枪口 在试图主宰历史的时刻 成为历史的殉葬品 野心家雄心勃勃 在各自的阴谋和阳谋中 有节奏的走向毁灭 1911年的世界霸主 还是号称 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 舰队可以满世界开跑 英国大兵喜欢放火 曾经从北京的圆明园 烧到华盛顿的白宫 英国的梦想 维护世界固有秩序 依靠冒险家 商人 船教士 在大炮后面征服世界 持降和辣到永远 1911年的法国 正在伤心中 虽然在政治 思想 文化方面 引领世界潮流 工业产品定位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但过得很不如意 法国致力于欧洲大陆争霸 面临德国的强势崛起 无能为力 普法战争战败 上 法国和英国全球竞争 但业绩不如英国 再上 法国的梦想 在欧洲大陆 把德国踩在脚下 在海外干掉英国 1911年的德国 非常压抑 之前通过比斯迈苦心经营 国力蒸蒸日上 军事上一系列胜利 政治 经济 文化 全方位开花 但世界已被瓜分完毕 德国要崛起 就要改变英法主导的世界秩序 无奈 西边受到英法挤压 东边面临沙俄的威胁 为破局 德国在威廉二世的带领下 和全世界对抗 德国的梦想 干掉英法 成为新世界的领导者 1911年的沙俄 处境悲惨 它是一个扩张上瘾的嗜血帝国 如果无法扩张 如同吸血鬼失去血液 它的西面面临同盟国的军事压力 已经无法扩张 东方则在之前的日俄战争中失败 基本上失去扩张的能力 沙俄内部矛盾重重 各种行刺时有发生 沙俄的梦想 找到新的扩张思路 找回帝国尊严 1911年的日本相当欢乐 它先通过甲午战争打败清帝国 成为亚洲最强者 完成千年小弟的华丽转身 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 积身列强行列 日本的梦想 取清帝国而代之 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新老板 让日本变成中国 列强的梦想都是一致的 都是要寻找更多的领土 都是要更多的霸权 都是要把别人踩在脚下 然而世界就这么大 能抢劫的土地和财富 基本上抢光了 想要继续抢 只有彼此抢劫了 英法俄的协约国集团已经形成 德意澳的同盟国集团形成 双方摆开架势 抄起家伙 就等一个玩命的理由 这就是当时世界的格局 从欧洲的英国向东 从欧洲大陆到亚洲大陆 大战一触即发 他们梦想着干掉对方 称王称霸 然而 历史老人戏弄了所有野心家 在随后的战争中 奥匈帝国解体 盘踞欧洲上千年的 哈布斯堡王朝解体为历史殉葬 沙俄帝国崩溃 沙皇被灭为历史殉葬 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被制解 霍亨索伦家族辉煌不在为历史殉葬 英法虽然赢得战争的胜利 但被严重削弱 梦想没能实现 矛盾并没有结束 二十年后 德意志第三帝国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希特勒的钢铁洪流 闪电般踏平西欧 法国战败为历史殉葬 打赢帝国虽然熬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日不落帝国不在为历史殉葬 希特勒和德意志第三帝国为历史殉葬 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 在随后的冷战中失败 再次成为历史殉葬品 1911年之后百年 无数家族 王朝 帝国成为历史殉葬品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灭亡的王室随风而去 战败的政府分崩离析 军事上战败的国家 如德国和日本 丧失了军事主导权 经济上战败的国家 如苏俄 丧失了经济能量 百年以来 只有一个国家 美国 国是一直往上走 变成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百年以来 只有一个国家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 最为伟大而惨痛的变革 历经意识形态转型 体制转变 王朝崩溃 帝国毁灭 民国诞生灭亡 共和国诞生 到如今要再次崛起 成为美国最为直接的竞争者 百年以来 这个曾经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 并将再次回到世界前列的 古老民族 每一步都极为艰辛 国人在眼泪和欢笑中前行 民族在耻辱和荣耀中涅槃重塑 中国在用血迂火写下一篇史诗 1911年的美国还不是世界警察 只是美洲大陆的新兴土霸 还在玩种族歧视 当时美国虽然是世界经济引擎 但表示不会挑战 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规则 因为当时的美国还是世界工厂 但产品是山寨的代名词 被嘲笑的对象 美国人渴望到处做生意 乐呵呵一副老好人模样 美国的梦想 主张多极世界门户开放 利益均沾 寻找更多的海外市场赚钱 百年之后的美国 早已取代昔日的大英帝国 成为超级霸主 满世界兴风作浪 对每一个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国度 虎视眈眈 试图固守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规则 如同当年的大英帝国 站在1911年向前看 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 中华帝国没皇帝了 帝国有史以来就有各种皇帝 皇帝死了 还有皇帝的儿子 皇帝的孙子 皇帝断子绝孙了 又有另外的皇帝顶上 子子孙孙无穷溃也 那一年之后 皇帝便绝种了 当然此后还有两场戏 袁世凯硬着头皮 把大总统制服换成龙袍 热闹了83天 张勋更有娱乐精神 用大老粗的手臂抱着小朋友 表演了12天 也就是演戏而已 没多少人在意 和皇帝同时消失的 还有中华帝国史上 最后一个王朝 延续了267年的大清王朝 他的辉煌和耻辱 将化为青史皇爷 怀恋或怒骂 任由后人评说 有人因为他背负千古骂名 有人又因为他而名扬千古 和皇帝与王朝同时消失的 还有一套政治制度 中华帝国制 他是迄今为止 人类历史上 十件时间最长的一套政治制度 取得过无数辉煌 带来无数血腥 是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体制之一 他保障了中华帝国 成为人类历史上 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 和皇帝 王朝 政治制度一起陷入末日的 还有一个梦想 君权梦 他是中华帝国的信仰 所有传统精英的信仰 在帝国和君主专政瓦解之后 还有很多人对他念念不忘 依依不舍 为之奋斗 而不自治 愿意抛头颅 中国人告别了皇帝 告别了帝国 告别了君主专政 渐渐忘却了君权梦 向民国 向民主专政 向民权梦 进化 所以那一年 非同寻常 如此特殊的年头 也只有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始皇建立中华帝国的年头 与之类似 按照一般思维 如此特殊的年头 大家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穿戴整齐 迎接他的到来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清王朝 虽然风雨飘摇 但没多少人意识到 帝国即将完蛋 虽然很多人闹革命 想要他完蛋 大家都没准备好 位于革命神经中枢地位的孙中山 也没想到革命会那么快成功 推翻清王朝 所以在海外游走 神经末梢的那些革命小将 更想不到了 大家只是以帝国叛逆者的身份去闹 拼命折腾中央 折腾帝国 折腾千年以来的政治传统 究竟啥时候是个头 谁也不知道 帝国上层的肉侍者们 更不相信祖宗的江山社稷 会葬送在自己手上 更不相信 延续了数千年的政治制度 会香火熄灭 他们还梦想着 努尔哈赤 多尔滚 玄业 红利等人的英灵附体 保佑他们 永远在老百姓面前高贵冷艳 在各路外国老面前点头哈腰 革命者和帝国肉侍者 要么是社会精英 要么是社会资源掌控者 他们都没想到 帝国会在那一年终结 但帝国还是结束了 而且是彻底结束了 不仅结束了一个帝国 而且结束了数千年来的政治体制 比帝国和政体更为深刻的 是意识形态的变更 这是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专家学者们往往注重大人物 而忽略小人物 人们已经习惯于 把那些宏观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赋予大将军 大政治家 大盗 大侠 大商人 铭记 把各种赞美 或者诽谤 强加给他们 然而我们忘了 任何宏观世界的基础 都是微观世界 微观历史世界 就是个人 也就是小人物 任何大人物的前身 都是小人物 小人物不见得能成为大人物 但大人物的前身 一定是小人物 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大人物的吃喝拉撒睡 小人物为了吃喝拉撒睡 而变成大人物 大多数时候 小人物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当他们不再沉默时 必然天崩地裂 血流成河 在那样的过程中 小人物中的极少数 成为大人物 成为宏观历史坐标 归根结底 历史是由小人物创造的 只是挂在大人物的名下而已 或者说 大人物和小人物 原本没有区别 只是有些人的名字 上了史书 而变得耀眼 不知不觉中 有了光环 看起来像大人物 或者说 历史 在我们如今的历史视角之外 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视角 所以 要理解1911年发生的事 必须理解小人物的愤怒 10月10日晚 武昌城内 很多人怒火中烧 让整个武昌 成为一个炸药包 小人物的怒火 晚清四大名臣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 张之东 均为一代人杰 各有各的辉煌和传奇 虽然彼此名争暗斗 其实都是同一种人 他们信仰帝国梦 忠心拥护帝国体制 为大清帝国呕心沥血 并因此完成 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进化 然而 他们虽有鞠躬尽瘁之心 终究没能力挽狂澜 尤其是张之东 间接成为帝国掘墓人 中日甲午战争 让大清帝国 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 化为乌有 帝国肉食者们 为了自家铁饭碗 试图鞭炼新军 做最后的挣扎 其中 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 北洋军 和张之东的自强军 南洋军最有气象 然而 袁世凯的北洋军 成为民国的班底 北洋政府的基础 和独留大大小小的军阀 南洋军 很早就烟消云散 甚至不为后人所知 为何 原因很简单 张之东 1909年死了 南洋军 失去了灵魂 同时 成了没娘养的孩子 十月十号晚上 那群没娘养的孩子 干了一件伟大的事 终结了清王朝 代价是 成为历史周期律中的炮灰 原本应该是 清帝国护卫的南洋军 反而成了绝目人 是军人不忠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明朝末年 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 也从明帝国的保镖 变成了绝目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很有趣 也很诡异 十月十号晚 湖北军攻城兵第八营 一个大兵在擦枪 他是一个小人物 他叫金兆龙 他很愤怒 十月十号那天 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金兆龙是地道的湖北人 早年念过几年私塾 后因家庭辍学 陡大的字认识好几框 他是一个丘巴 但在那遍地文盲的年代 他已经算一个有文化的丘巴 辍学之后的金兆 并没有去找工作 不好找 或回家种地 估计也没地中 而是喜欢和别人谈论时局 时局很简单 国家被列强各种欺负 大家茶余饭后都会说一说 摇头叹息一番 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金兆龙年轻气盛 容易激动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场景甚为独特 在那眼泪和鼻涕的背后 是一颗红火火的心和滚烫的热血 用当时的话讲 叫爱国青年 国家光景不好的日子里 热血青年往往去当兵 目的有两个 要么去强国 要么去和国家作对 试图推翻政府 究竟是哪一条路 很难说清楚 金兆龙17岁 1906年进入军营 认为人生充满希望 努力会有回报 国家也将摆脱困境 他幻想过成为英雄 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英雄 而是在副班长正幕的位置上 落地生根 他绝望了 但血并没有冷却 他愤怒了 于是他从身怀强国之梦的 爱国青年 变成试图推翻政府的革命者 他加入了政务学社和共进会 这是两个什么组织呢 好听点说叫革命组织 成为黑社会组织也可以 那时候革命组织和黑社会不分家 孙中山闹革命就从加入黑社会开始 同盟会的另一面就很像黑社会大联盟 金兆龙只是南洋军广大基层官兵的一个缩影 张之洞死后 南洋军的基层军官普遍处于绝望而愤怒的状态 各种革命组织加紧在军队中发展势力 黄兴等同志时不时去两壶溜达 一边播撒革命火种 一边招募革命人才 热血爱国青年时代的金兆龙是愤怒的 因为国家积弱 人生无望 投身军队打算为国卖命的金兆龙也是愤怒的 因为国家已经看不见希望 自己的人生也看不见希望 一切都是漆黑一团 早期的红袖拳 就是因为烤袖菜屡屡不重去造反的 变成革命者的金兆龙还是愤怒的 因为当时的革命党内部龙蛇混杂 太细林立 经常把革命事业搞得无颜瘴气 革命暴动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革命领袖们孙中山等人满世界的跑 今日跑到日本 明天跑到欧洲 后天可能去美洲大陆 国家的前途看不见 个人前途看不见 一团漆黑 让人绝望又让人愤怒 10月10号那天晚上 金兆龙的愤怒达到顶点 原本约定的起义跑汤了 革命同志的脑袋被割下来 挂在城墙上 再一次失败 再一次品尝绝望 尽管他在22岁 人生看起来还很长 但他已经受够了各种绝望 每一次绝望 他的愤怒就增加一分 多次绝望产生的怒火 已经让金兆龙变成火药桶 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导火索叫陶启生 他也是湖北人 和金兆龙算老乡 比金兆龙大几岁 也在攻城兵第八营 也是小军官 丘八 比金兆龙级别高一点 小排长 看看这关系 战友兼老乡 正常情况下 那肯定要找个地方 端叠花生米 针上小酒 淘心窝子 花到洞情处 估计还要掉几滴眼泪啥的 遗憾的是 那一幕没有发生 陶启生是保守派 认为军人吃国家的军粮 替国家分忧 天经地 所谓革命 就是造反 所谓革命者 就是叛逆者 所以他痛恨革命者 他也很愤怒 所谓革命者和保守者 道不同 不相为谋而已 当两种人同时愤怒时 就要出事了 当晚陶启生值班 到金兆龙所在营帐查考 陶启生发现 擦枪的金兆龙不正常 大吼一声 你想造反吗 希望在气势上震慑金兆龙 也给自己壮胆 那一声大吼就是火苗 金兆龙被引爆了 回敬一嗓子 老子就想造反 能怎么样 是啊 反正活着也没有希望 何不痛痛快快的大干一场 就像黄花岗那帮英雄好汉那样 金兆龙那一嗓子 从此回荡在历史上 早在2000年前 同样是秋八的陈胜和吴广 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 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此后 那个声音 一直盘旋在历史的天空 比方说皇朝 比方说李自成 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地方 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唯一的区别就是 金兆龙没能像前辈一样 成为纵横天下的大人物而已 就这样 两个原本应该在一起 掏心窝子的老乡兼战友 缠斗起来 为了那个金玉其外败蓄其中 远在千里之外 且虚无缥缈的满清朝廷 他们化身为两头愤怒的公牛 准备你死我活 仿佛对方就是命运中的死地 只有冲过去才能重生 如果把这场老乡兼战友之间的 欧斗看淡点 也没啥 军营里如此这般的欧斗经常上演 但是这一次不同 金兆龙所在的营帐内 还有很多愤怒者 其中一个人也因为自身的举动被写入历史 他叫成定国又名成正营 和金兆龙一样 他也是一个愤怒的丘巴 也是湖北人 也是革命党 也是愤怒的热血战士 所以在成定国眼中 两个缠斗在一起的老乡 金兆龙是同志 陶启圣是朝廷英权 他要干的事 就是帮助同志干掉朝廷英权 实现命运的突破 于是成定国就拿起枪托 往陶启圣身上砸 陶启圣本以为 只有金兆龙一个人脑筋坏了 挨到枪托才发现问题大了 一看要遭群殴 想起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 撒腿跑路 成定国举枪射击 击中陶启圣的腰 陶启圣成了为大清帝国最后一幕 捐躯的第一人 为国捐躯本身是光荣的事 原本应重于泰山的 但对于国将不国的国家而言 如同蝼蚁一般 比红毛还轻 末世 人命贱如狗 悲狐 136年前 1775年的4月19号 一位北美殖民地的民兵 向英军开枪 美国历史由此拉开大幕 此后日渐壮大为超级大国 6年之后 1917年的11月7号 一位莫斯科的工人 向沙俄士兵开枪 苏联历史大幕就此拉开 写下人类历史中辉煌一页 武昌起义第一枪 成为击落大清王冠的第一颗子弹 也是中国历史的时间节点 堪于美国独立战争时第一枪 或十月革命第一枪媲美 平 成定国和金兆龙是新时代的英雄 二十世纪的陈胜和吴广 虽然没能像陈胜吴广一样称王 但是他们的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陈胜和吴广 不过是拉开秦帝国崩溃的大幕 成定国和金兆龙 则推开千年帝国体制崩溃的大门 英雄和英雄的结局 那枪声带着怒火传开了 原本夭折的起义死灰复燃 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 武昌城内枪声大作 压抑许久的怒火像山红一样爆发了 更多像金兆龙和成定国一样 愤怒的丘巴汇集在一起 攻占了军械库 拿出武器去战斗 熊炳坤带着一群愤怒的士兵 攻打都督府 第二天 也就是10月11号黎敏 统领黎元洪被愤怒的丘巴们推出来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 经历英雄和狗熊轮回的中级军官 小级抵抗了几天 发现革命有搞透 剃掉辫子表示革命 几十天之后 出任中华民国副总统 几年之后 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然后再下台 然后再上台 把总统和副总统来来回回 干了好几遍 也算奇葩 但是从那一天之后 黎元洪完成人生的蜕变 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 接下来两天 愤怒的革命者搞定汉口和汉阳 掌握武汉三镇和朝廷对峙 新海年的那次革命暴动 由此拉开大幕 将本已精彩分成的近代历史剧 推向高潮 第四天 10月14号 原在千里之外的 袁世凯从河南老家复出 随即掌控大清帝国命脉 在短短几十天时间里 袁世凯让皇帝自愿下岗 干成了曹操父子 花了几十年才干成的事业 革命暴动之前 袁世凯已经是帝国时代的大人物 暴动之后 袁世凯的命运 再一次发生转变 赢得一次成为华夏大帝 开天辟地的人物的历史机遇 然而很遗憾 他却一不小心而砸了 五年之后 郁郁而终 他的追随者 如段吉瑞 黎元洪 徐世昌 曹坤等人 都在那次革命暴动之后 完成命运的突破 分别以不同的方式 掌控国家最高权力 到1926年 又在明争暗斗中 把国家搞得面目全非 让国人饱经磨难 与此同时 万里之外的孙中山也活跃起来 他搞革命已经将近20年 策划过大大小小的起义 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失败 梦想中的一刻终于到来 82天之后 也就是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成立 孙中山继任临时大总统 他的人生由此升华到巅峰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形象之一 然而他的政治实力不足以支持其盛名 所以穷极一生也没能实现政治理想 最终成为历史长河里 一位伟大的失败者 当时的蒋介石刚从日本留学归来 和大哥陈其美一起准备大干一番事业 却并不如意 经过13年磨练 终于赢得孙中山的信任 成为黄埔军校校长 并且带领黄埔子帝兵扫荡袁世凯的粉丝团 走向人生巅峰 和袁世凯一样 蒋介石原本有机会成为华夏大地开天替地的人物 结果也和袁世凯一样玩砸了 最后退到台湾岛 郁郁而终 台湾问题到如今依然困扰着中华民族 那场革命暴动直接启蒙了年轻一代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走入军队 发现那场革命和现实相差甚远 便重新回到学校 拿起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6年之后 毛泽东决定用另一只手拿起枪 并重新塑造国人自两宋以来逐渐丧失的尚务精神 他用笔杆子和枪杆子成为华夏大地上开天替地的人物 更为年轻的刘少奇听到武昌枪声之后剪掉辫子 表示和过去决裂 一厢挑拨的周恩来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彭德怀 贺龙 刘伯成等人 为个人和国家的命运逐步走向战场 他们最后团聚在毛泽东周围建立共和国 重塑中华民族之脊梁 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枪声响起 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帝国灰飞烟灭 国人尚不知民国为何物 枪声响起 实践了两千年的君主政体 解体 国人在战战兢兢中尝试民主制 枪声响起 帝国梦遂 民国梦未成 仅仅是这样吗 一场革命暴动便引起如此连锁反应 难道是蝴蝶效应 一只美丽的蝴蝶在南美原始森林 煽动美丽翅膀引起北美大陆的龙卷风 在社会学模型中的反应 如果为了省事可以这么认为 而事实却要复杂很多 辛亥革命暴动固然意义非凡 但并不孤立 过往几千年 类似的革命暴动出现过很多次 两千年前的陈胜和吴广干过 一千年前的皇朝干过 三百年前的李自成干过 六十年之前的洪秀泉干过 他们远比金兆龙们出色 把当时的天下搅得天翻地覆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都没能改变政治体制 辛亥年的那场暴动有何不同呢 探索这个问题之前 先看看英雄的结局 一年之后 袁世凯作文大总统宝座之后 便镇压革命党 南北开战 成定国作为北京政府的力量 去镇压南方革命同志 凡被抓住 装入麻袋 沉入疆底 如果他是被朝廷沉入疆底 日后历史上可能写下一页 如同三吕大夫屈原那般的传奇 但因为是在南北内斗中牺牲 只能被历史模糊 因为北方被淘汰了 南方的胜利者也不会宣传他 英雄落得如此结局 痛 在沉入疆底的过程中 成定国一定很困惑 很愤怒 就像1911年10月10号晚上 开枪时那般愤怒与困惑 他一定想不明白 既然大家都搞革命 自己为啥要去镇压同志们 自己怎么会死在同志们手上 那些把成定国沉入疆底的同志 肯定也很困惑 他们也搞不懂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事情并没有结束 金兆龙的情况也差不多 南北分裂时 金兆龙接受北京政府招安 谋得湖北税务基司队长 那样一个肥缺 此后那个热血青年不见了 那个激愤的革命者不见了 那个战斗中的勇士不见了 只见一个泯然众人的小官僚 或许那才是他本来的面貌 他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 应该过着平凡的日子 成为小官僚的金兆龙 一直不温不火 小中所有北洋大总统 从袁世凯到黎元洪 到徐世昌到曹昆 直到1926年底 唐生制的北伐军拿下武汉 那个曾经在二十世纪 像两千年前陈胜和吴广一样 怒吼的汉子 竟然灰溜溜的下岗失业 几年之后 金兆龙黯然死去 没有婉联 没有悼念 没有生命 他死的时候 一定非常困惑 怎么会这样 就像沉入疆底的成定国一样困惑 金兆龙和成定国 两个人的结局已经明示 英雄从来都不容易的 他们是英雄 最终却没能蜕变为大人物 那么蜕变为大人物的英雄 结局如何呢 当年的陈胜吴广被杀如此 皇朝被杀如此 李自成被杀如此 太平天国的各位大佬 多半被杀亦如此 中国如此 外国又如何 看看推动明智维新的英雄们 吉田松因被斩首 大九宝利通被刺杀 西乡龙胜切腹自杀 看看美国的林肯总统 因废除奴隶制度 和重新统一美国成为英雄 被刺杀 再看看俄国的彼得大帝 因变革当了英雄 没有被刺杀 却被迫杀掉自己的皇太子 但英雄又如此珍贵 因为在英雄不容易当的时代 老百姓更不容易 生命如草剑 事实上 金兆龙愤怒的奈喊 和成定国射出的子弹 更像是那个时代绝望的缩影 正常情况下 他们都应该正常工作 结婚生孩子 但没有机会 所以历史轮回中 便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陈胜吴广 黄朝 李自成 洪秀全 金兆龙和成定国之后 更有无数革命党人 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个人和民族的生存 虔诚 梦想 但辛亥革命暴动 和历史其他历次暴动 又不相同 在它爆发之前的七十年内 帝国经历了无数次内战和外战 外战如鸦片战争 甲午战争 内战如太平天国运动 孙中山闹革命 很多精英走上历史舞台 来自草莽之中的洪秀全 孙中山 来自士大副阶层的 曾国藩 李鸿章 来自书香门第的康有为等人 分别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这些故事汇总 帝国破灭 帝国梦随风而去 在它爆发之后四十多年 民国走向一个生死轮回 经历更多更惨烈的内战和外战 内战如军阀战争 国共内战 外战如国共合作抗日 共和国抗美援朝 更大规模的精英团体 走上历史舞台 书写着更为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四十年时间 中华民族从四分五裂任列强宰割 到朝鲜半岛顶住最强烈的炮火 站立起来 到如今 民国早已破灭 民国梦还在 南美丛林里 美丽的蝴蝶舞动绚丽的翅膀 引起北美大陆上的龙卷风 实际情况确实 在蝴蝶的翅膀和龙卷风形成之间 还有无数多的漩涡和节点 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 才导致了龙卷风的诞生 同理在辛亥暴动 和上千年的政治体制崩溃之间 也有很多的暗流和涡旋 正是那些暗流和涡旋的相互作用 才终结了那延续上千年的正体 如何解释那些漩涡和节点呢 很难也很容易 说难是因为有很多原因 类似书籍是汗牛冲动车在抖梁 想看一遍都难 说容易是因为只要弄清楚历史周期律 和它的运行方式就行 在我眼中 所有历史都和现实连在一起 历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现实 离开了现实的历史都是虚无缥缈的 因此我认为 凡是孤立起来的历史都是唯历史 凡是孤立看问题的历史学家 都是唯历史学家 我眼中的历史周期律 说起周期律 大家都不陌生 池和拉萨都有周期 有规律 昼夜更替 四季循环 有周期 有规律 生老病死 有周期 有规律 这些都是咱身边的事 大道星球 甚至宇宙 都有自身的周期 有规律 总之一句话 周期律 无处不在 说起历史周期律 大家并不陌生 王朝更替嘛 唐宋元明清这样子 王朝周期律嘛 都晓得 但是这个规律 不足以解释 蝴蝶和龙卷风之间的暗流 因为1911年之后 王朝已经不存在了 王朝周期律也就没用了 但问题必须解决 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 王朝周期律 只是历史周期律的一个层次 而非历史周期律的全部 什么才是历史周期律 很抱歉 没有现成的答案 也没有标准的答案 我接下来给出的这些东西 只是个人看法 好吧 节省点时间 直接上结果 根据本人的理解 按照 从下到上的顺序 历史周期律 可以分成四个层次 他们初看起来 有些繁琐枯燥 但是听众朋友们 我保证此后的书中 他们会逐渐变得 有趣可爱 因为他们会把很多 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历史周期律第一层 炮灰永恒律 即历史周期律 运行过程中 必须有炮灰 此层次可细化为两小段 权柄周期运转 周期律第二层的炮灰个体 如项羽 李自成等人 和体制更迭时 周期律的第三层的 短暂王朝或政权 如秦 随 民国 历史周期律第二层 权柄周期律 即政权或王朝的运行趋势 总是趋于走向毁灭 新的政权或王朝 结构依然重复不变 此层次也可分为两小段 政权更迭周期 和王朝更迭周期 前者体现在乱世 周期短如秦 后者体现在大一统时代 周期长如汉 历史周期律第三层 体制更迭律 它的运行趋势 也是走向毁灭 但是在它诞生或毁灭的过程中 除必然包含前两个周期运转之外 还必然涉及思想变更 此层次还可分为两小段 体制 主动更迭 和被动更迭 春秋战国之后 中华帝国体制建立 便属于主动型更迭 由百家争名为前期运酿 近代中华帝国体制崩溃 便是被动型更迭 也引出近代史上这些事 本书主要讲历史周期律运转过程中 发生在民国的那些事 历史周期律第四层 核心物力转移律 伦理道德 政治 文化 军事 经济等基本要素 总是要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 比方说中华帝国时代 他们的核心物力是农耕 迄今为止 人类社会在这个层次上 运转的次数有限 但极为重要 比方说 古代中国为何如此辉煌 近代中国为何如此没落 便是历史周期律之 核心物力转移的结果 第一层周期律不可单独运行 第一层次周期律 必须在高层次周期律内部运转 第一层次的周期律运转 未必能推动高层次周期律运转 但高层次周期律运转 必然带动低层次周期律运转 周期律层次越高 影响范围越大 不同层次的历史周期律相互交织 彼此作用 形成无数的历史漩涡和节点 可以很复杂 也可以很简单 说复杂 就是图书馆中那些让人头大的 各种书籍 图片 影像 说简单 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 简单明了 当然了 要把历史的漩涡和节点解释清楚 必须把历史周期律的 每一个层次都理解清楚 把不同层次的历史周期律 彼此之间的联系解释清楚 如何弄清楚呢 为了行文方便 先放一放 后面慢慢说 说我卖关子也行 并不是我喜欢卖关子 它是一个崭新的东西 需要一部分史料为基础 作为支撑 否则将会空洞乏味无聊 引起听众朋友们怒火或睡意 罪莫打烟 本书叫《民国梦》和民国 它和之前相关的 好如沿海般的文章 既相同也不同 相同之处都是说 曾经发生的那些事 那些人 这里说点不同 不同点之一 它不仅仅写了 具体个人和具体事件 而是写了一系列个人和事件 如果说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犹如一棵一棵的树木 那么本文 则描述了一片森林 不同点之二 它不仅仅描述人物和事件 而是通过人物和事件 诠释历史周期律的运转 把过去 现在 未来 连接起来 如果说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组成了历史的森林 让人迷茫 那么历史周期律 则是森林地图 让人清晰 这是一种常识性的冒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我保证中间有无与伦比的刺激 这个文章讲民国梦和民国 对应帝国梦和帝国 1911年10月10号 湖北新军的那些愤怒的丘巴们 并不十分清楚帝国和民国的差别 更没想过什么帝国梦或民国梦 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帝国 但一辈子也没弄清楚 如何把民国落实 他的追随者们更晚 孙中山之前 更多的精英 则拼尽全力让帝国还魂 从曾国藩李鸿章 到康有为 到袁世凯 都在干同样的事 都在试图守护帝国体制 试图维持帝国梦想 因为他们固然都是一时之人节 却不懂民国 害怕民国 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等人 原本有机会成为受益者 却也没能弄清楚 民国究竟是啥意思 舍本逐末 以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又发动内战 又因为他们不懂 如何落实民国梦 所以在内战中 丧失民心 落荒而逃 所以在讲述民国梦和民国之前 必须弄清楚 何谓帝国梦与帝国 为了更为简便的表述问题 这里必须了解一个帝国模型 要弄清这个模型 需要费点时间 因为咱们的专家学者们 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文章 却没有人试图描述一下帝国模型 帝国模型包括三个部分 帝国密码 创建帝国需要的各种人才 还有人才们的故事 为了更为清晰地往下讲故事 我打算结合爱新觉罗家族崛起的过程 来描述帝国模型 它曾让中华民族 长时间处于世界前列 又在近代落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